跃迁成为高手的技术 当今这个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信息变多思考变浅 机会变多竞争跨界 随时干扰永远在线 这是一个机会更多概率更小的世界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 我们不停地在接收信息 被动的和主动的都有 我们开始害怕停止接收信息 我们揣着智能手机不停地浏览新的内容 这瓜分了我们思考的时间 普通人和高手之间相差的往往不是努力 普通人和高手的差别是前者只懂得努力 而后者多干了那么一小点 这一小点就是 他们往往懂得利用趋势和平台来放大自己的努力 也正是这一点变成了普通人与高手的分水岭 作者古典是新精英生涯公司创始人 三百万册畅销书拆掉思维里的墙的作者 逻辑思维得到专栏超级个体主理人 本书的目的是利用规律和趋势放大个人努力 古典老师的父母一辈子兢兢业业 可最后发现身边那些不靠谱的朋友 却通过投资房产轻松赚取了他们千倍的工资 成为高手不仅仅是健体力活 更是一项技术活 正是比赛前高手从不着急出发 更不会抢跑 他们会极有耐心地权衡一条最有力的地形 这就是头部策略 社会竞争分为高价值和低价值两个维度 最深竞争力分为高优势和低优势两个维度 两项交叉会得到一个包含四个区域的矩阵 头部区 肥尾区 小山头和沙漠区 什么是头部区 由高价值和高优势组成 算是第一阵营 是风口上的独角兽 名校的优等生 热门电视剧的女一号 行业领先公司里的明星员工 肥尾区是由高价值和低优势组成 可以算作第二阵营是名校的差等生 某部风头正进的电视剧里的路人甲 小山头是由低价值和高优势组成 处在这个区域的人是山头里的山大王 小而美 比如某家小公司的核心员工 一个偏门领域的第一名 边缘群体里的中心人物 沙漠区是由低价值和低优势组成的 小但又不美还十分的危险 比如小公司的边缘员工 非核心产业的非核心岗位 特点是竞争压力小 待起来很舒服 但时间久了 能力严重退化 高手的战略就是在头部区 不断累积头部效应 由肌头变为凤头 头部区的选择原则有三个 一是反人性 二是要在自己能力圈范围内选 三是价值权重高于个人优势 一个有天分的消防员 因为没有站位在头部区 收益远低于新东方讲师 下面介绍一下如何成为高手 第一高手的技法 学习三板斧 在这个知识爆炸终身学习的时代 人与人之间比拼的不是学与不学 而是怎么学以及如何用 高手更注重认知效率 追求学得更少 但学得更好 高手学习的第一板斧 叫识别知识源头 知识分为一手二手三手和四手 这四个层级 高手在一二手知识里学习 提升认知效率 第二板斧 叫独立联机学习 高手从来不闭门造车 而是打磨一个自己的知识模块 然后分享出去 换取别人的知识模块 像台机器一样和别人串联学习 第三板斧 叫问题取代信息 高手通常把解决的问题列出来 再去按图所记寻找答案 而不是单纯地积累那些 不知何时能用上的知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生百家争鸣 古希腊诞生文明 中世纪欧洲开始文艺复兴 第二高手的心法 专注开放又迟钝 内外相结合 才是高手完整的跃迁之道 为什么要专注 对于高手而言 仅仅是站位头部区是不够的 要专注的站在头部区才行 三流高手靠努力 二流高手靠记忆 一流高手靠专注 专注就是高手的护城河 为什么要开放 现代社会的信息 是一种没有成本的分享品 一份信息分享出去还是一份信息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如果讲出去 反而会帮助自己获得更多连接资源 开放者没有损失 只会帮助自己获得更多连接资源 那么迟钝又是什么意思呢 越是复杂的系统反馈的周期也就越长 你需要更久的时间和更多的耐心迟钝 让人不会迷失在短期的快感里 这就是高手的定力 俗话说 你永远无法赚到超出你认知范围的钱 很多人的问题在于认知有限 而越迁在认知上为普通人打开了一扇窗 但真正的改变都是逆人性的 你可以了解所有越迁的技术 但推动越迁的关键动力 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我们接受到最高的状态的 我们发展的关键动力 您的赢品